大家好 又到了兄弟脸 10分钟视频加期的课程的时间 我是威哥 威哥在手 天下我有 大家好 我是小白 好 今天是我们的这个第13讲 这一讲里面呢 我们主要是为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根据上节课 这个基本数据类型 介绍以后的这个 如何去进行声明 这一节里面内容 OK 我们看一下 好 如何对这个基本数据类型 进行声明呢 我们现在呢 我们用这个代码的方式 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好吧 小白这边你看着 好 那我们在这个code我们的代码里面 我们这是第13讲 进来我们新建一个文本文件 我们叫我这个类名叫 基本数据类型 对吧 点加文件吧 对不对 好 OK 好 我创建好这个加文件以后呢 我是不是要打开啊 对 打开这个加文件 打开这个加文件 我用这个id plus 我们我们用过了这个编辑 对吧 对打开 好 那么在编辑里面呢 我们先声明这个类 对啊 public 什么class class对不对 然后呢是这个base 这个类名跟就跟这个文件名是不是一样的 跟文件里面我们现在写成一样啊 写成一样 OK 然后这里面是一个public stannic void main 对吧 对 然后是 使均 args 对吧 好 这样来写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注释 对吧 OK 文档注释吧 好 浪注释 这是我们这个 基本数据这个类型 基本数据类型 八种基本数据类型 对吧 的什么 声明 是吧 声明 OK 好 我们看一下 要声明一个这个数据类型 我们如何进行声明呢 我们切到pvt 我们看 好 那这里呢 我列出来一个声明的一个格式啊 大家看一下 对 这格式里面分为三种 三种格式 第一个呢 我们是声明一个变量 声明一个变量 那么声明变量的方式呢 是前面是一个数据类型 对吧 后面就是你这个变量的名字 对吧 然后后面一个最分号结束 对吧 分号结束 这是第一种声明的方式 那第二种呢 是声明的同时 可以给这个变量进行复值 对吧 复值 那就类型变量名 用给等号 横等号 就复值的意思啊 这个等号表示复值的意思 OK 然后呢 把一个值付给他 好吧 第三个呢 就是给已声明过的变量复值 那就是说我已经声明过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就直接写变量名等于一个值 就可以了 OK 好 这是我们的基本的一个格式 好 现在我们来写一下 在这 比如说 呃 我们前面讲过这个八种基本数据类型 是吧 哎 那我们第一个啊 比如说 我定一个 呃布尔类型的 布尔的 是吧 布尔类型的一个变量 那应该怎么写呢 是不是 布尔啊 这是关键字对吧 你看是蓝色的 变蓝色了 对 这是关键字 然后空格是吧 空格 然后呢 我定一个 我叫 呃 比如说我叫这个 flang一个标记 对吧 哎 这就是呢 怎么呢 我就可以在这做一个注释啊 这就是叫什么 叫做物理碳花 是吧 叫做 声明一个 什么 布尔的变量 这个 布尔 类型的变量 变量 对吧 OK 这是我们第一种 是吧 第一种是声明 第二个呢 我可以怎么样 声明又 负值 是吧 现在我们换一个 比如说啊 比如说换一个整形吧 可以吧 好 整形啊 比如说我定一个 呃 这个苍老师年龄 是吧 年龄 年龄 苍老师多大呀 小白 30多岁 30多岁 是吧 我们就假设说啊 他是这个 呃 年年年轻一点吧 28 好吧 28岁啊 OK 这就是声明并且怎么样 负值 负值 哎 我是声明一个这个 int 啊 我们叫int 就整形吧 整形是几个字节来呢 整形四个 四个字节 是吧 哎 四个字节 类型的这个声明 一个int类型的变量 并 什么呀 并负值 并负值 哎 并负值 就等于28 对吧 哎 28就是这个数值 负值负值 OK OK 好 那么第三种呢 我们是 呃 给已经定义好的变量负值 是吗 不是 哎 刚才我们是定义了一个 flag啊 是个标记是吧 对 哎 flag表示一个标记 那我现在可以给这个flag负值吧 对 默认我们说flag是等于force force 对吧 OK 好 我们现在是flag等于比如说负值等于处 处 OK 这是这是我们这个给已经什么声明过的这个变量负值是吧 负值 OK 就这样的啊 三个方式 好 那么其他的这个这个声明方式就这么三种是吧 给这个声明一个变量的方式就是三种 我们总结一下啊 这是呃 声明 定义 声明就是定义的意思啊 这是有时候我们经常讲定义一个变量 或者讲声明一个变量都是一样的 好吧 声明变量的这个三种格式是吧 嗯 嗯 格式 OK 三种格式 一个是先声明然后后面是后复值是吧 嗯 然后这个是声明并且 复值 对吧 并且是复值啊 OK 这是三种就简单的方式 那我们顺便也把其他类型也定义一下吧 是吧 也定义一下 比如说我要定义一个啊 字节类型 叫什么 byte byte是吧 byte啊 叫啊 这个不能这么定义了啊 叫 比如说B 比如说等于 我们的取值范围是负的128到正的127是吧 所以只能是在这个范围内的一个数字是吧 对 数字 所以说我们比如说我等于这个100是可以的吧 对 对不对 是可以的啊 OK 好 这是一个byte类型 那么还有什么类型来的我们说 还有short类型对吧 short 那就S 比如说S呢它有是几个字节啊 是两个字节是吧 对 两个字节 那我们比如说sort等于10是可以的对不对 可以 是可以的 OK 我们这是一二三四种类型的是吧 还有 long long 类型对吧 long类型就是长整形是吧 对 长整形啊 那我们这个叫 L 是吧 L 这个最好不要叫L 这个跟E很像是吧 所以大家以后定义变量是吧 就注意这个变量名的一个定义啊 就是你自己定义 一般写L的话 看着很像 有点像这个1 容易搞错 对吧 容易搞错 比如说我们就叫G 叫G 那等于多少呢 比如说long类型它表示的是 可以有几个字节 8个 8个字节是吧 表示数字更长啊 比如说你可以 你就可以定义一个更大的一个数是吧 更大一数 当然我有一个 Int类型的一个数字 放进去也是可以的 是不是 比如说long等于什么 等于 比如说等于 1000 1000 是不是后面加什么 L 是吧 后面加个L 一般这都用大L 用小L 又是不是也跟E一样啊 是不是 也跟E一样 所以用大L 这样标记更明显一点 是不是 OK 好 还有一个X 还有一个X类型的 是吧 X类型的这个变量 C 这是表示一个字符是吧 对 字符我们怎么来定义呢 字符 一个字符用 对 用单引号引起来 是吧 单引号引起来 表示一个字符 比如说我 C等于一个A 这个字符 是一个字符吧 是可以的 明白了吗 OK 如果等一个 我们说可以充一个中文是吧 可以充一个中文 比如说我充一个 这个 小白是吧 好 充一个 白 可以吧 充一个字是可以的 OK 好 这是一个中文是可以存进去的 然后还有这个什么类型 Float Float类型 是吧 对 Float类型是我们叫 单精度 单精度的 这个辅典类型 是吧 可以带小数是吧 比如说我说3.14 可以吧 3.14 然后呢 F F 这个用小F都可以了 小F就可以 因为F呢 它不会跟其他的冲突 对吧 这个用F就可以了 Long类型的 OK 你用大F是不是可以 可以 可以啊 没有问题 OK还有什么类型 Double Double D是吧 那我们这个定义成 比如说它是表示双精度的是吧 对 双精度的那你就可以表示更大的一个数了 是吧 比如说我随便定一下 10点 这个12345 可以吧 这个呢 一个D D 大D小D都行 对 大D小D 小D吧 好 OK 好 这是几种类型了 123 8种 3 4 5 6 7 8 8种类型 我们就这么来进行声明和定义 对吧 声明和定义 那么一般情况下呢 最你看这个都会变蓝色 就是这个是关键字对吧 关键字 好我们在声明变量的时候呢 你看 大家看我这个规则啊 基本上我这个都用什么 小写字母 是吧 一般情况下我们的要求是第一个字母小写 第一个字母 变量的第一个字母要小写 对吧 然后呢如果是用单词拼的话 那么多个单词之间 手字母用大写 OK 也就是第一个单词的手字母小写 就是小写 往后再有其他单词的时候 第一个字母就要大写 这样区分开 OK 这样来去区分的 所以说我们这里是定义变量 我们给大家写一下吧 好吧 这个定义 这个 变量名吧 是吧 变量名的什么 手字母大写 手字母 是吧 手字母 小写 小写是吧 对小写 嗯 然后如果是单词呢 多个单词 多个这个单词 啊 单词之间 之间 之间 这个啊 手字母 大写 对第一个手字母啊 第一个就是小小写 第一个小写 大写 OK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基本的一个代码 就是就是这样了 OK 我们期完再来 好 那么这一节呢声明就是到这里为止 OK 谢谢大家 威哥在手 天下网友 下节再见